今天的天气超级好 然后我终于收到了我的斯芙兰的包裹 当当当当 这次的斯芙兰我是4月17号就散了 然后直到今天才收到比网上要忘了一点 但是疫情的影响也是能理解的 就是斯芙兰它有一个Pro系列也是它的刷子 然后还挺好用的我觉得 然后这个是散粉刷但是它是迷迷的 就是如果出去旅游的话戴上iG方面的 那么是50.5号 下一个还是一个刷子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散粉刷了 在家用比较方便 出门带就不太方便了 然后这个已经是无数次的回购了 Farmacy他们家的卸妆膏非常好用 然后卸得也很快很干净 味道也还不错吧 Tacha一个日本的品牌 然后他们家的一个Water Cream 夏天用比较舒服 然后比较水 然后不油腻 然后兰克一个防晒 就是我已经很久不管了到家的防晒 然后这次想再试试吧 Hourglass散粉 这个是MAC新出的腮红 然后卖的特别火 我当时本来想买三个色号试一下 结果就剩这一个了 然后我就想好吧 就买来试试吧 就是了吧 我这个色号是 Blush Please 这是一套香香水 然后它加的就是特点古龙水的味道 然后都好闻 没有那么浓 比较清淡 然后夏天用我觉得也会很舒服 这个套里面是8个小样 然后这个是表牌子 就出来了 这个是最像那个牌子 然后它新出了护发的系列 我没有买它的洗发水 护发素什么的 然后我买的是它的一个喷雾 洗完头发以后要吹干嘛 然后那个其实那个加热很伤头发的 然后这个喷一下这个床上是可以防止 一些加热伤害吧 CT的一个眼影 Painlight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年就让它加上 是一些绿色的 应该是送的一个小香水吧 几番细的一个唇膏的打折 既然打折了就买了吧 然后看起来挺好看的 就是一个这种渐变的颜色 春天 三个珠光色 两个雅高色 有点这种小绿小粉的感觉 就是春天夏天 很好看 我拿积分队的一个小样 就是一个小的那个协装膏 这样方便旅行的时候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赠品 这是MakeupForever的一个分毕业的一个事物妆 配相结束 不论 不论 优优独播割 最好的